走路 双臂摆动 抬头挺胸 不要以为肩步行走就是简单的下肢运动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证实 规律的健走可有效锻炼身体各部位 头脑 促使脑部释放内胚胎 使心情愉悦 肺部 增加肺活量 降低誓言者对吸言的渴望 肺部 加强肺肌力量 且对肺部伤害较小 腿脚 行组相当于对骨骼进行力量训练 能明显增强腿脚骨骼和肌肉力量 一周步行三个小时以上 就可以降低35%到40%的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一周三天 每次步行45分钟以上 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一周步行7小时以上 可以降低20%的乳腺瘾化率 对二型糖尿病有50%的疗效 一步行能增强心脏功能 使心脏满而有力 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 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三步行能增强肌肉力量 强健腿足 筋骨 并能使关节灵活 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肠代谢 四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分泌功能 促进胃肠有规律的蠕动 增加食欲 对于防治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症 习惯性便秘等症都有良好的作用 五 在户外清新空气中不行 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 灵活 可有效消除脑力疲劳 提高学习合钩 做效率 具有关专家测试 每周步行三次 每次一小时 连续坚持刺隔阅者 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 前者反应敏锐 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 六 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 动中有紧的健身方式 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 据专家测定 当烦躁 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 以轻快的步伐 三不十五分钟左右 即可缓解紧张 稳定心事 七 定时坚持不行 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 或降低血压 使人体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剂 八 不嫌可减少甘油三肢和胆固醇 在动脉壁上的聚积 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肢的机会球 不嫌能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 保持人体的形体美 10 不嫌能减少血凝快的形成 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11 不嫌能减少激素的产生 过多的肾上腺素的产生 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 12 不嫌还可以保护环境 消除肺气污染 强热身体 提高身体免疫力 减少疾病 延年易瘦 02 最养生的走路吧 1992年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走路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 既简单易行 强身效果又好 不论男女老少 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 都不往西安体育学院健康和学习教授 狗狗指出 在走路之前 我们首先要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一 正确穿着 穿一双软底套鞋 保护脚踝关节免受伤害 穿一身舒适的运动装 有力身体活 动 二 热身充分 做做生长 拉伸四肢的运动 防止运动损伤 三 打瓶水 运动时少次多凉地补充水分 可以防止脱水 快走防病 多项权威研究发现 坚持每天快走 能有效对抗糖尿病 减少中风 预防老年痴呆等 为保证锻炼效果 快走 应至少每次40到60分钟 刚开始锻炼的人 可以逐渐增加运动频率和时长 先每隔一天走一次 从半小时开始 逐步适应后就要坚持每天锻炼 一般人快走时 感觉有点气垂 身体出汗 就说明运动量达标了 有的人走路喜欢背着手 这样走的锻炼价值几乎为0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挺胸抬头 收腹提臀 趋地摆动 需要注意的是 糖尿病患者快走时 最好随身发块糖 防止发生滴血糖意外 倒着走至腰疼 倒走起源于20世纪七时代专家提醒 老年人身体肌门退化 平衡能力下降 在倒走时 由于看不到后方路况 很可能会出现跌倒 磕碰的危险 另外 老年人腿脚不灵便 倒走不可能走太快 所以运动强度很小 对于心肺功能的锻炼作用很小 从健身效果来说很不经济 因此 老人尽量不要倒走 建议喜欢倒走的人 尽量选择平整的路面 周围人比较少的环境 可以采用正走和倒走结合的方式 走一字不缓便秘 中国科学院教授杨毕指出 运动本身就是改善便秘的天然处方 走一字不针对性更强 走一字 不得要领视左右脚 要轮翻踩在两脚之间中心的位置 左右脚掌逐地的同时 分别向左右两侧扭胯 上身保持放松 这种走路方式会带动胯部扭动 有助于增加腰部力量 刺激肠胃蠕动 能有效防治便秘 走一字不得运动量不用太大 把其当成每天见走运动的一个环节 走五百米就够了 另外 走路时需要注意 摆宽扭胯的动作幅度不要太大 尽量保持身体平衡 以免扭伤脚踝 边开边走呼吸畅 走路时 两手半握 骨口张开成弧形 左脚向前迈步的同时 双手向身体两侧打开 在左脚落地的同时 右手轻轻拍打左胸 以乳头为圆点 水平和垂直 可换一条直线的上四分之一区域 左手则向右侧后腰猪拍打 然后迈右腿 左手拍打右胸 右手拍打左后腰 一边前进 一边拍 去健身专家介绍 这种走路方式可以锻炼肺部 有助于呼吸通畅 行走时 要保持身体致力 眼睛向前看 甩手大步走步驼背 老人常因背部肌肉薄弱 松弛 造成脊柱变形 驼背 走路时 不妨甩开手大步走 可让腰背部肌肉得到舒张 同时还能锻炼背部和腹部肌肉 减轻疗部负担 行走时 要注意上身挺直 下巴前伸 高抬头 两肩向后舒展 每步大小一两臂伸直的距离为宜 同时前后甩臂 一般以每分钟80到90步为宜 走走跑跑然脂肪 鼓鼓指出 先做短时间高桥 度运动 再换一种时间稍长的低强度运动 从而给身体留出恢复的时间 叫做间隔式训练 与持续的有氧运动相比 间隔式训练版的运动强度更高 并且能减少运动后的酸痛和疲劳感 同时 高强度的运动 也使得脂肪燃烧速度加快 运动时 可以先快跑15秒 然后走路45秒 这样交替运动20分钟 也可以快跑60秒 然后快走3分钟 这样交替进行30分钟 长期坚持就能看到效果 这种方式强度比较大 运动完要抖抖腿 甩甩胳膊 放松全身 易缓解肌肉的紧张感 正步走气至佳 正步走不用像居然一样 姿势很标准 只要全脚掌捉地 抬头挺胸 目视前方 持续到身体有出汗的感觉 就达到锻炼目的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